我们在照片里看到了一张 很小的时候 触电的机会 这就说是你第一次触电的 好像从视频里截摆的 是不是 这你自己还记得吗 你自己还记得吗 这个是我 我应该还没有上幼儿园呢 然后很小 然后那个时候去那个 参加一个教育台的一个 专门给小朋友做的一个 电视剧这样的一个专题的 我记得我当时去的 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那个导演叔叔 会给我巧克力 每次就演特别乖 让我睡觉就睡觉 让我哭就哭 让我怎么演就怎么演 那个时候 我妈妈对这个 好像还挺有意见的 就那个时候 因为我妈妈在 出国的慰问演出 然后她好像跟我爸爸说 说一定要给我 有一个很好的搭配 穿的衣服什么样 穿的好看一些 这事交给爸爸 基本就瞎了 对 然后但我爸呢 是一个那种钢铁直男 我爸好像就给我 这身搭配 我妈非常有意见 都没脖子了 这一看就是以后 笑草的一个苗头 你一定是看着 现在的扎心 你回溯 这个你觉得是 笑草的苗头 我小时候那照片 比这好看 真的假的 来对比一下我看看 看我那个 都是不是笑草 不不不 我笑草原 我是 宝藏男孩 是怎么养生的 有照片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 这个是我妈妈 妈妈是就是做这个民族声乐的 然后是也是著名的藏族女高音歌唱家 哦 莫关 那在家里他平时教学生上课在家里 一些学生 然后吃在我家住在我家 然后妈妈是从来不收学费的 然后给他们上课 上到兴起的时候说 来 给你练个身 然后我就站在旁边 乖乖地给练一下身 我们还看到一些 这还是中队长 这中队长在家都不摘 比较光荣的历史 要戴着 什么两刀杠 三刀杠 一定要戴 你当过吗 你当过吗 那必须的 怎么长无所谓了 肯定是校花就对了 看人家多会老天 校花 校桃 对 你们俩配套 你去坐那边 我还走 扎西母亲的这个照片 你说对妈妈是吧 这是在我们上海音乐学院 我妈妈她们那个年代的时候的情房 然后我也很有幸 跟这个妈妈算校友 然后后来多少年以后 我也成为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员 你选的这个专业很冷门 我差点就没考音乐剧系 特别感谢这个陈芳元老师 当时袁子老师就说 顿珠毕业了 如果学的是音乐剧的话 声乐 台词 表演 舞蹈 台词 正音 什么都学了 那顿珠去演话剧 他也能演 演音乐剧他也能演 影视剧他也能演 那他的歌手本行也在 那这样他的四年 会比别人学的东西 会更多更多 你当时考试唱的 什么歌还记得吗 我后来考试的时候 我真是出声牛都不怕火 我唱的是 GMA的The Music of the Night 就是其实对音乐剧演员来说 很难的一首歌曲了 类似音乐剧的永叹调了 然后我当时 反正我也不知道 是很难嘛 然后我就唱了 这别划过去 这永叹调是什么样的 反正挺长的 五分多钟 我当时我们二十二个人 我记忆印象中 我是第六还是第七名 其实我当时的英文 要字包括感觉 其实都还挺外行的 然后我觉得 我可能打动他们的是 我后来唱的一首中文歌 我唱了一首藏语的 用藏语唱了一首 慈祥的母亲 据我老师说 就是她从来没有看过 一个考生 歌唱不下去了 我完全没唱下去 我第二段就完全是 那样唱的 现在给这个学弟学妹 说我的故事的时候 她都说你知道吗 你们摘一顿诸诗歌啊 她唱完 她考完试她出去了 我们拖地拖了半小时 她开玩笑 平北在里打着伞听